花莲省政府推动慢食文化辅导 在地14家原住民餐厅转型成为慢食餐厅 餐食取用在地当季结合族群文化内涵 其中泰鲁阁族餐厅以烟熏法传统烤肉入选 找回记忆中家的味道 食物的味蕾来自于传统 尤其对于传统的味道 所以我们在料理的时候 凭借着一个是记忆 这个记忆是一个是从脑袋里面的记忆 然后另外一种是味蕾的记忆 因为它不是你脑袋里面的 是它触碰到你的味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它是过去的那个味道 它绝对不是从脑袋里面 它是一种味蕾的记忆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做出 我们一开始是给家里人烹调的味道 那后来开了店之后 我们还是依循这个方式 出动未来的思念 古法的冤心记忆 是泰鲁阁主后比所呈现给消费者最道地的吃法 由华人政府推动慢食文化 福岛在地14家原住民餐厅 转型为慢食餐厅 餐食取用于在地当季结合族群文化的意涵 其中泰鲁阁主餐厅以冤心法 传统烤肉入选 召回记忆中家的味道 台湾的原住民其实是差不多 我们就是今天要吃什么就采什么 然后吃多少采多少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 因为在山里面我们就是没有冰箱 所以当令当季 然后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 那我们入境水属的特色木球萌后续会研发一个 泰鲁阁族记忆的味道的烟熏 烟熏的那个肉 那所以我们在现场我们有看到一个零食的那个薰架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比照传统的方式 那我们泰鲁阁族是没有特定的木头 那我们都是用杂木 有什么坏掉的木头干掉的木头 我们就用什么 所以我们没有特定一定要去砍什么木头来使用 那这也是一种对于大自然的一种 一个保护寻寻的去利用这样子 来晚两流音妹后比是秋林乡泰鲁族人 与先生汤马豪开业一年多 以传统手艺烟熏法烤肉炒蛋餐饮市场 与美表示他人先生都不是餐饮本科系 但是两个人都喜欢吃 寻找机器中的料理下厨 从味蕾中找回传统的味道 电影的料理没有过多的调味 肉品野菜以及杂木烟熏 这是传统家屋利用烟熏保存肉的食物方法 与美表示除了提供餐点 目前正在规划将慢食料理结合在地旅程 带着民众体验食材来源深度了解 特入个组的文化 记得喜欢新鲜物料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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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词